隊友打得非常好 這都是體系上面的關係 然後要把他擺到比較舒服的位置 林冠仁教練在賽前的訪問也講到 他現在要把他擺到二號比較多 讓剛過豪去主力壓再得分 台判第一時間直接給 這是一個兩分球 已經連續兩個禮拜都出現這樣的狀況 不過台判這邊可能要稍微討論一下 都是在罰球的時候 有另外的防守球員去碰到這個球 感覺起來就是因為星巴波 所以他有晃動 台判決定要主動來看這個IRS的重播 以這個一分兩分的基準來看 主要是看他球在籃框的水平線以上 還是以下 來作為兩分跟一分的判斷 如果在籃框的水平線以上撥到 然後再進的話就會是兩分 對 對 不過也是因為FIPA的規則 在這幾年有做修改的關係 所以才會讓你看到球員 就是在出手之後 如果碰到框 他們會去想要把他撥出來 是 最後裁判給了一分 代表剛才球已經在籃框的水平線以下 才被星巴給撥到最後進到了籃網裡面 來看一下這個角度 球已經有大概六分之一吧 在籃框 在籃框的下面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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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 好 對 對 感谢观看